今天给大家细讲一下 我们在做点相对静止水域的时候 选择的一种调标方法 比如说调四第二 我们选择一块重的铅皮刮上铅皮座 然后把这个浮飘往铅皮的方向拿 因为我们不知道水有多深 我们这样能够确保更好的着陆 此时由于铅皮带中水面看不见我们的浮飘 我们上拿浮飘直到飘间露出水面 上拿浮飘继续跑入水中 飘迁露出水面 这就是我们所调水的水声 现在我们下拿浮飘 超过你子线长度的十公分二十公分就可以 下拿浮飘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下一步 我们剪迁的时候 去把这个子线能够选起来 继续跑入水中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由铅皮带中 水面看不见我们的浮飘 我们开始第二步 修剪铅皮 打开你的铅皮座 去慢慢修剪 呃 这个飘间露出水面一目半 修剪到四目 现在差不多刚好四目 我们找到我们的条目以后 然后呢我们就要去精确 找底 我们双勾挂两块小铅皮去精确找底 或者挂上一套饮料也可以 这里我们有饮料 我就用小铅皮代替 挂上两块小铅皮去精确找底 嗯 现在水面看不见浮飘 我们双勾浮飘 直到我们想要掉的掉木两木 掉多少你就拉多少 现在是两木 此时水面的状态是一钩触底 一钩躺底 调四点 学会的加油 双击关注